嘿大家好 我是啾啾鞋 今天跟大家聊聊 怎樣不露臉可以當一個YouTuber 特別是完全不用拍攝 只要靠文案跟剪接畫面 其實就可以經營一個頻道了 那為什麼會講這個主題呢 因為之前不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開始封城嘛 那很多人就好奇說 YouTube這行業會不會受到影響 其實我必須說當然還是會有啦 但其實已經算幸運了 至少你還是可以工作的嘛 不像很多人 尤其是實體產業的 那真的經營的會很困難 那經過這次之後很多人就會想 欸 那我可不可以開始經營YouTube呢 就算只是當一個副業也好嘛 有一份額外的收入也算另外一個保障 你怎麼知道哪一天 會不會就突然另外一個黑天鵝降臨呢 但是說到要經營YouTube啦 很多人其實很有內容 專業能力很強 有很多東西可以分享 但就是跨不過那個露臉的門檻啊 可能是對自己的外型沒自信 或者是覺得說講話口條不太好之類的 但其實現在有越來越多工具 就算你完全不露臉 只靠內容也可以做出很棒的影片喔 那我下面的主要就分成 軟硬體 選題 素材的選用 盈利跟演算法這方面來談 首先是製作影片需要的軟硬體 如果說不露臉的話呢 麥克風的收音就很重要囉 那有關麥克風硬體 其實很多Podcaster都有分享過啦 要直上頂級當然音質最好 但如果說經費有限的話 至少至少有買個兩三千塊的USB麥克風 再低我真的覺得音質就不太行喔 我自己如果錄旁白的話呢 是用Room H4內建的麥克風 雖然說它的本體是讓你外接麥克風用的啦 但它本身的音質也還不錯 那另外更重要的是要注意一下你的收音環境 如果說你真的沒有什麼預算弄吸音棉的話呢 一個原則就是盡量不要有完全一整面牆 直接出現在你的收音環境 你就算是堆一堆雜物也好啦 以沒預算的情況來說 就是想辦法不要露出牆壁 讓雜物去吸收回音 就可以很大程度提升你的收音效果 再不然大絕招就是直接去車子裡面錄啊 雖然說真的超熱 但是隔音效果真的非常的好喔 我現在直接用手機錄而已喔 你聽到聲音就已經非常乾淨了 或者是你可以用這種領夾式的麥克風 那雖然說它的音質呢 大多都還是需要後置微調下啦 但是至少可以幫你避免掉很多不必要的回音 那我用的這款呢是Rode的Wireless Go 也是現在很多YouTuber在用的 我自己用起來覺得還蠻方便的啦 那再來就是剪接軟體了 目前YouTube主流啦 大家就是用Premiere或是Final Cut Pro 那Premiere要串接Photoshop跟After Effects 都比較方便 可以做很多額外的特效 那Final Cut Pro呢我本人是沒有用過啦 但聽說也很好用 只是說限定Mac使用就對了 所以如果有蘋果電腦的話呢 你可以試試看 那軟硬體器材準備好之後呢 再來就是選題喔 我個人是比較建議 在頻道一開始的時候 還只能用到一個主題就好 因為就觀眾角度而言 他今天是因為你的某一支影片 跳出在他的推薦欄裡面 他感興趣之後呢才會點進來嘛 所以比較高機率呢 他會希望看到類似的主題 持續出現在你的頻道 他才會願意訂閱對吧 所以我建議如果你想要嘗試一個主題 至少先連續做個十幾支影片 大概幾個月半年的時間觀察看看 真的不行再嘗試別的主題 這樣會比較好 我自己看很多國外的Youtuber 大部分不露臉的Youtuber 除了做遊戲實況之外呢 要嘛就是以第一人稱做某件事情 可能是做菜 或者是做很厲害的手工藝 不然就是去拍貓貓狗狗 這當然也都很好啦 但畢竟攝影這件事情嘛 門檻就比較高一點 所以如果你想要完全不拍攝的話呢 我認為啦 可以走完全著重在腳本文案類型的影片 那以國外例子來講 比如說 Ultimate History Hub 這個頻道 他主要就是講歷史的 他就完全沒露臉喔 靠著素材的剪接 加上很棒的文案 就累積了將近200萬觀眾 Economics Explained 講經濟權的頻道 也是一樣喔 靠著分析一些經濟的現象 加上素材的堆疊 就可以做出很棒 而且內容非常扎實的影片 如果說你不是走知識分享路線 也有人是走比較輕鬆幽默路線的啦 比如說I hate everything 他常吐槽一些影視作品 或是爭扁時事的內容 比如說他直接Diss Supreme這個品牌 或是抖音這樣子 那厲害的就是他的腳本 這張恰到好處的素材編排 當然如果想要再精緻化一點 有的人就乾脆直接做動畫 或是VTuber 那難度可能就更高一點了 今天就不討論啦 那以上這些頻道的共通點就是 第一 他們要嘛就是有很多 專業知識可以分享 要嘛就是可以寫出 非常有趣的文案 再搭配上一些圖片啦 影音啦 音樂等等的素材 所以就算不露臉 可以吸引到一票忠實的粉絲 這就帶到我們接下來這一點 素材的選用囉 很多人都問說 欸我有很好的內容可以分享啊 我也可以寫出很有趣的文案 但那些影音素材要去哪裡找呢 其實現在已經比以前方便很多了 有很多很好用的素材庫可以使用 比如說這支影片的贊助商 MotionElement 就是一個很棒的素材網站啦 他們推出了無線下載的訂閱方案 可以說是YouTuber的救星啦 上面有超過數百萬種素材可以任意使用 完全無線次數下載 而且下載之後就可以永久使用 完全不用擔心版權問題 那我自己也把這個網站的素材 交到影片的產製流程當中 比如說我或者是企劃寫好腳本之後呢 我們就會用Google文件的貝注功能 把這段文字要放在影片素材的網址 先標註上去 然後剪接室那邊就可以直接點進去 下載然後做剪接 這個網站除了超多的影片素材以外呢 它還有像是背景音樂啦 音效 或是各種剪接軟體 像是Premiere Deventure Resolve Final Cut Pro的Motion 還有After Effects等等 特效軟體超多超好用的模板 像是YouTuber們常使用的轉場特效 或是字卡等等 我自己影片常用的是Premiere的一些 轉場特效跟一些畫面上的小元素啦 那使用上也非常的簡單 甚至有的你下載下來 裡面會直接附上教學 通常這個就是幫你設計好主要的結構啦 你可以再微調一些像是顏色啦 字型 文字大小或是換Logo這樣子 真的超級方便的 而且就算你不是YouTuber 還有什麼地方很好用你知道嗎 就是剪婚禮要放的影片 現在大家不是都會放那種什麼成長故事影片 就一些你們從小到大的照片 然後你們相遇到交往出去玩的一些照片嗎 我就是自己剪的喔 那就是模板宰下來 你可以直接在網站上面搜尋Wedding 進去就可以看到一大堆 那基本上你只要把照片丟進去 然後打上你這段要放的文字就可以了 真的超級方便而且超簡單的喔 然後婚禮上大家都顧著吃啦 非常好 那當然也不只婚禮啦 你要做一些告白影片啦 求婚影片啦 或者是社團活動的紀錄影片 都可以用這些素材來做 我真的非常推薦 而且呢別人一看就會覺得說 哇這看起來超專業的 所以啦現在有了這些素材網站 YouTube的入行門檻真的是越來越低喔 你只要文案夠強 甚至呢你完全不需要露臉 只要講話就好 那講話你可以一句一句慢慢錄也沒關係嘛 然後再加上Motion Element 裡面超過數百萬個素材的加持 就可以做出很棒的影片了 等到你習慣以後呢 願意露臉了 那其實拍的東西就可以更多樣化 這時候呢你可以用的素材有更多囉 不只侷限於放素材的影片 比如說你可能拍一些Vlog 那就可以適時加入一些轉場特效 讓畫面更豐富一點 或者是像TALK類型的影片啦 可以加一些字卡啦 音效 甚至也不只侷限於YouTube影片喔 如果你要做一些平面設計的話 那上面也有超多平面設計的元素可以使用 比如說我平常如果做縮圖的話呢 就會在上面找找看有沒有好用的一些背景啊 一些煙霧啊 或者是閃電的圖像素材 可以讓整張縮圖變得更有氣氛 更精緻一點 或是你如果需要經營IG的話 不想要只是單純的拍照 還想要加更多元素 比如說有些人可能會追求排版的風格要統一的話 那就可以在上面找一些適合的素材 像我之前啊 用IG接業配的時候就用過這些素材 讓畫面變得更突足 那效果也真的不錯 重點是他們現在推出訂閱制的 無線下載方案 平均每個月只要台幣580元 就可以無限次下載 下來之後呢就可以永久實用 而且是全球全媒體的授權 完全不用擔心版權問題 欸每個月580塊真的是超便宜的喔 實際上這些素材網站啊 你要單買一個素材都是三四千塊的 那如果說以一萬次點閱 可以有15塊美金的廣告收入來算好了啦 大概420塊台幣嘛 等於說你每個月只要超過 一萬三千八百一十次觀看 就可以把這部分的錢給回本了 所以我覺得啦 以影片提升品質來講的話呢 是非常值得的投資 然後在搜尋素材的時候呢 點選左上角這個閃電符號 這樣才會自動過濾出 付費制可以無限次使用的素材 可以看到真的有超多可以挑選的 真的是做影片人的福音啊 所以拼創意拼有料的內容 就算不露臉也照樣可以走紅 像我覺得講投資理財頻道 其實就滿適用這種方式的 當然你多少還是需要自製一些圖表啦 但是如果是一些比較敘事性的過場 那用素材輔助的話就很適合 或者是像我自己的糾讀跟詐騙案的系列 也是幾乎都沒什麼露臉啦 用跟情境搭配的素材 也可以完成一支影片 又或者是你不想要只放影片素材 而且你剛好是做一些資訊統整 或是講解類型的影片 你想要放一些動畫 但是呢你又沒有時間研究 或者是電腦不夠給力的話 那你也可以想想看用一些 懶人動畫的軟體喔 比如Expladio Veyond Doodleick 跟PowToon 那其中呢我有用過PowToon啊 其實它們的功能都大同小異喔 就是會提供一些基本素材 或者是你可以用我們剛剛提到的Motion Elements 你把素材匯入之後呢 也可以做更多的變化 不過通常這種影片啊 文案能力都要很強 如果是要說故事的話呢 就要真的講得很引人入勝 或者是真的很有料 有很多專業知識可以分享 但如果說你剛好符合這些特質 又不希望因為露臉 剛好到原本的生活或是工作 因為老實講 一開始剛做YouTuber的時候 朋友發現真的是蠻遲的喔 相信我會經歷過 那你就可以從不露臉開始喔 等到你覺得準備好了 想做出更多種類型的影片的話 到時候再露臉也是可以的 好再來我們談演算法啊 其實YouTube演算法每天都在變 而且是人工智慧在調整的 所以事實上其實根本沒有人真正知道 演算法是怎麼決定要推薦什麼影片的 連Google的工程師都不見得可以完全理解啊 但我們主要可以掌握幾個原則 規律出片片長10-15分鐘 60%續看率 這規則是目前地表上 如果以點閱率來講最強的頻道 Mr.Beast他總結出來的規則 他每支影片至少都是2000萬點閱起跳的 那每個月大概都在3-5億次點閱 那怎麼樣讓觀眾持續留在影片裡面呢 他說關鍵在於持續的hook 也就是說能夠把觀眾給勾住 留在影片裡面的一些點 那我自己有稍微統計過他的影片喔 一支15分鐘的影片裡面 他就有58個hook 也就是說大概15秒就要一個 他影片的形式主要就是 第一句話是直接破題講他今天要幹嘛 完全不拖泥帶水 並且在執行過程當中不斷的切換目標 在執行每個目標途中 還要做出很多讓觀眾意想不到的舉動 當然當然他是娛樂頻道啦 如果說你是做知識內容的分享 而且又沒有實體拍攝的話 說實在你很難做到這種程度啦 但至少你要把這點放在心裡喔 不要自顧自的一股腦 把所有東西都放到影片裡面 那就跟上課沒兩樣了 所以做影片的重點就是要考量 觀眾觀賞影片的情緒高低起伏 總之現在真的資訊越來越發達 資源也越來越多 只要你有創意 有想法 只靠內容可能也可以闖出一片天明 尤其經過這次的疫情 很多人都會開始認真思考說 更多元的收入的可能性 或者先不要說收入啦 至少多一個機會嘛 也可以在過程當中學到很多 或是接觸到更多人 我覺得都是很好的 那最後這些福利時間啦 則在臉書公開分享這支影片 並且在天文當中標註一個 你覺得適合做YouTuber 但還沒開始的朋友 以及Hashtag 送你百萬素材輕鬆解影片 那就算出三位 可以免費獲得一整年的 Motion Elements無限下載方案喔 那就希望這支影片 對於那些想要開始經營YouTube頻道 但是又不太敢露臉的朋友們 有些幫助啦 最後喜歡影片的話 記得按個讚還有訂閱頻道 按下小鈴鐺 那就下次再見啦 掰掰 最後一次 會記得按讚 有才能夠 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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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鈴鐺